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一老如有一宝 林志杰在季后赛完美诠释了这一点 连续两季高难度的三分还颜色 不过郭少今天是不可阻挡 且韩德逊掩护顶活三分轻松标准 帮助球队拉开分叉 CBA库里赵延浩也是果然名不虚传 小赵同学先是在反击中送出了库里士的免扣 然后又在三分线外 库里士的杀人三分连续命中将比分差就缩小 比赛来到第二节 哈德森不讲理追身三分手起刀落 将分叉拉开到两位数 但是广沙中将显然是不甘落后 林志杰继续在外线展现自己逆天的三分手感 福德森则和伯洛西斯利用韩德军脚步慢的弱点 连续打出挡拆配合取分 第二节中弹广沙将比分给反超 而辽宁的困难之际两个外援占了出来 巴斯用他标志性的稳如泰山的中投取得两分 哈德森脚踩风火轮 反击中强势上篮打算二加一 辽宁队54比53领先一分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一边再战 巴斯展现出了超强的身体素材 自投自抢 格仁爆扣轰炸篮筐 辽宁在先快攻反击 哈德森假动作骗过防守 助攻郭少侠上篮打进 哈德森助攻赵继维三分 一键穿新辽宁一波11比0的攻击波 又将分叉拉开到两位数 广沙的关键时刻 还是只能依靠林志杰 只见宝岛野兽 外线三分手起刀落尾球的止血之后 又在突破中就出骚操作 转身背后妙传伯洛西斯 可惜伯洛西斯未能领悟到其中奥义 林志杰只能自己再把球抢回来 尚感打中 刘志轩觉得背后传球这还挺好玩 于是回过头来 也背后妙传出攻李小旭三分命中 三节结束之前 哈德森腰部侧应妙传 助攻巴斯霸气扣篮打成2加1 辽宁领领先9分进入到末节 末节决战 巴斯继续利用身体优势欺负胡金秋 底线一个转身过掉他之后 暴扣打成2加1 郭艾伦又以空位三分百步穿扬 刘志轩回过头来又在同样的位置 接到赵纪伟分球三分空心入口 辽宁一波猛如淘水般的进攻 直接是打停广沙 前面后来 福德森联手林志杰连续命中三季三分广沙 又将分叉缩小到各位数 但是今晚必须是属于大侄子郭艾伦 郭少侠底角三分再次命中 欢迎颜色 最后哈德森联手韩德军统治了比赛 哈德森突破分球 助攻大汗打成2加1之后 又和大汗打出了挡拆配合 哈神助攻攻复熊猫飞身双手炮扣 在比赛所剩无几的情况之下 广沙无力扳回比分 最终郭艾伦手感火热砍下27分 哈德森砍下23分 8篮板7助攻 8428分10篮板 姚宁客场以120比108 赢下总决赛的首场比赛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 学校 大学 大队 和航高 大学 大学 感谢观看